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峡新城社区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食堂我进去看了一下 哇,里面的规模真是把我吓一跳 是我见过最智能 而且装修最豪华的社区食堂 他已经把菜单 今日的菜单全部列在这个显示屏上 我们可以进去试一下这个社区食堂的菜 而且这个社区食堂也是刚刚建成的 里面的装修还是非常新 食堂定期还组织各种公演 这个不是挺好的 我觉得很好 然后这边有介绍食堂的用餐时间 跟那个价格 持银银卡一荣一素 一半荤素10块钱 就是60岁以上老人 超值套餐 是针对所有可以进食堂吃饭的人 定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招牌 有点反光 招牌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展者食堂照料中心 这是过年贴的喜庆的大福字 还没拆掉 这个是用餐机器人 笨小宝 你好 你好 请问吃饭往哪里走 完了没反应 你好这里怎么消费 好吧他很笨 他叫笨小宝 他没反应 OK我们直接进去 这是门口 这边有标语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专老君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个食堂还是挺大的 而且座椅摆放非常成奇 他这里的 这里还有儿童设施 可以带儿童过来 把儿童寄在这边 然后在这边旁边桌子上吃饭 完全不影响 你看这里院长环境 吃很nice 他不但这里可以吃饭 还可以有很多温鱼项目 书啊 这估计都是捐献的吧 老人捐献的 应该不是池塘自带的 这还报纸 哎呀 这还有平话台啊 我们都讲平话的 我们看一下吃点什么 他这个三家行程 现在居住的人口 有一万三千多人 整个行程 然后60岁以上老人 他们统计说 有500多号60岁以上老人 这个食堂就是为 大多数60岁以上老人服务的 这就是今天的菜品 现在是中午时间 12点15分 我们拿个 哦 餐盘在这里取 餐盘自取 呦呦呦 哦 餐盘在这里 哎呀 餐盘还很厚啊 卫生公司 这个卫生公司 很多小店里都是C啊 A是最好 B是中等 C是比较差 就说厨房的卫生环境 西芹鱼 对 西芹鱼 对 对 哦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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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豆芽可以吗 豆芽可以 你们是巨村园的我要试一下巨村园的味道啊 是不是 这个其实都是树的 然后白菜吧 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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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就可以了 够了够了够了完全够了 完全够吃了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呃 然后怎么怎么算钱 他那个厨房是民厨 而且后面还很大 做的好卫生 做的非常好 你没有六十 你没有六十 我没有六十 我没有六十 我有这么老吗 可能今天没刮胡子 他看我比较老 我没有六十 我没有六十 我告诉你我六十呢 六十岁以上 十块钱 我这里多少钱 你这十八块钱 我问我六十岁了 六十岁就十五 六十岁就十五 要不要看 你加了一半 我问你要不要看身份证 不用 好那我就六十岁了 我可以不可以告诉你我六十岁 你就是七岁啊 可以可以 你不是看不出来吗 你不是看不出来吗 我没有 你没在这里都乱 对对 我们也不能欺负人家 看不出来是不是 我们该多少钱该多少钱 看来来站着吃饭 还是年龄大的比较划算 他也不看 不看年龄 不看身份证 不看老人卡 他要出事 应定卡给你吗 应定卡 应定卡 应定卡在哪里抓 哦 他那个 他那个政府的补贴也放在里面 是不是 可以抵扣的 有的时候 哦 明白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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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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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好 这个聚春园的服务人员解释的非常清楚 我听得非常明白 这边窗口 付完前 然后到这边 这边是一个汤 一个饭 他这个 仓庞是取仓庞的地方 网块又是取网块的地方 就在后面 他不是透明的 我们调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做一下 这里大概可以做多号人同时吃饭 这里 我问一下 一百多个吧 一百多个都可以同时吃饭 对 坐在这么干净 简洁的环境下吃饭 让我想起了 我以前在单位参加学习的时候 然后培训中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那培训中心 单位的培训中心 它是不对外的 只对内部人使用的 里面有吃住玩娱乐室什么都有 他的食堂就是长这样子 而且椅子也是 有扶手有靠背 这个椅子怎么样 好 现在开始开吃 还是要把米饭 装在这种白色的陶瓷碗里 跟白色的餐盘里面 比较符合人性 不需要那种不锈钢的 跟在监狱里吃饭一样 这是聚春园炒制的豆芽 可能对于不是住在福州的朋友来说 不了解聚春园是一家怎样的餐饮企业 聚春园是一家成立于1865年的餐饮企业 你知道米菜中有一碗菜是佛跳墙 佛跳墙这碗菜就是聚春园首创的 现在这碗菜已经是米菜的代表了 刚才说我为聚春园创立1865年 1950年刚刚建国那一碗 聚春园就被福州市市政府赎买 当时他可能出现了什么财务状况 不灵观的情况 被福州市政府赎买 然后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属于国企 现在已经是聚春园集团 然后我们现在吃饭的那个社区展者食堂 就是参峡社区跟聚春园合作的这个社区食堂 这里就是啊 而且是去年刚刚开业的展者食堂 他这个饭很软和外面的饭店的饭还不一样 外面饭店的饭粒分明嘛 他这里可能会有银河老人家的牙口不好 把这种干饭煮得比较软了一点 这里来这里吃饭 虽然说我们不是那个展者 来这里吃饭稍微会 价格可能会比外面稍微高一点 但是这里的环境 这里的食品的那个卫生环境 跟食品安全食品的原料 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是完全可以信任得过的 我想一下我们国家的大食堂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1958年开始我们国家就有大食堂 我们这个年龄现在是没赶上 吃大锅饭那个时代 那现在有机会来了 你们可以吃到公家食堂 就是这个展者食堂 你们有机会吃食堂 赶紧赶紧来 赶紧来体会一下公家食堂 是怎么样子的 但是吃饭要钱就是了 没有像19 没有像1958年那样子 大锅饭大家不用钱了 优点还是要说明一下 他这个食堂 米饭是嫩一天加的 你可以吃十碗八碗都没问题 还有这个汤 这个汤也是随意添加的 吃多少可以装多少 但是不要浪费就可以了 今天是芹菜豆腐汤 还可以 是那种清汤的味道 怎么说呢 这不是酸骨水的 是有味道的 是认真做的一碗汤 然后就是这个鱿鱼 跟这个西芹 我觉得它还是 还是考虑到了老人家的口味 这鱿鱼可是实打实的鱿鱼 吃起来都不像 极度能的一种鱿鱼 是冰鲜的一种鱿鱼 是冰鲜的一种鱿鱼 浅冰冰鲜的鱿鱿鱼 然后这碗 豆腐蒸肉 方块版的红烧猪指头 味道也还行 略显猪糙 不精致 炒白菜 葱炒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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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决了老人的变差难题这个痛点 还有一个他可以在这里面做各种宣传 比如说那个电信诈骗 怎么防电信诈骗 还有一个教老人怎么正确的使用手机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在里面开放各种老人兴趣帮 比如说取义 比如说书法 可以大家在里面增进交流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一趟饭马上要准备吃完了 但是还是看到西西大拉的人走进来 时刻不多 我担心这么好的食堂 这么好的院长环境 这么好吃的饭菜 这么实惠的奖和 到时候去做鬼本了 我以后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食物 等其他担心 这个食堂要是经营不下去了 就会关门 关门了怎么办 这么好的政策 没有执行到我60岁的那一天 我就享受不到我60岁以后的福利 也解决不了我60岁以后的痛点 大家赶紧鼓励家里的老人来这个社区食堂 我免费给这个社区食堂做广告 他这个社区食堂 是面对的不只是本辖区的 本街道的60岁以上老人来这里吃饭 他面对的是全国 全国60岁以上老人来福州 都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吃这么好的放菜 来这么好的食堂 这么好的院餐环境 还有干净卫生的放菜 好了差不多吃完了 好的 本期餐侠社区斩热食堂的视频 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订阅点亮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 大家来这里吃饭一定要记着 吃完饭要自己收 他收到那个传送台 然后分类投地 这个传送台 放这里 他就会 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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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转到那个洗碗洗碗的车间里面去 他筷子跟摊勺要分开丢 我们也拿出来一下 这是丢纸巾的 两个桶丢纸巾 这个两个桶是丢筷子 然后筷子放进去 然后这个桶是丢汤勺 汤勺丢进去 OK 这个是专门的清洗车间 好这样子的话 本次用餐就结束了 好